来散步吧 Let's go for a work Maybe the zoo Yes Or maybe the museum Or the Yes, maybe the amusement park 有可能是游乐园 是吗 这些都是你喜欢去的地方 但是Williams喜欢去的是那些 靠近大自然的地方 Maybe like the forest OK Or like the wood OK Or climb Climb the mountains Or climb the hills 爬爬山之类的 的确是呼吸新鲜空气的好方式 那么今天呢 Williams要带着你们出去走一走 不过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奇怪的朋友 我今天要跟你们埋怨她两句 这个不叫背地里说她坏话 但是要抱怨抱怨 这位同学呢 她特别的见多识广 她哪都去过 而且呢 无论你跟她聊什么 她都知道 所以我们身边的一群朋友 都管她叫万能什么什么 就是她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会 那即便是我们说 咱们出去玩吧 咱们出去旅行吧 Let's travel 咱们出去旅行怎么样啊 哎 那我们的这个万能王 他依然是如此 哈喽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你再次来到 Vian老师的英语课堂 我是你们的Vian 今天天气不错 Let's go for a walk 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吧 哎对了 当天气非常的nice的时候 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天气 我们总是喜欢出去溜达一下 So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 你最喜欢去哪呢 Maybe the park 嗯 Or maybe the zoo 有可能是动物园 有可能是公园 Or Yes Maybe climb the mountain 有可能去爬山了 Or go hiking 有可能是去徒步了 总之呢 亲近大自然是一件非常非常享受的事情 对不对 哎 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主题啊 叫Let's travel Travel到哪儿去呢 到哪儿都行 不过呀 Vian身边有一个好朋友 哎 今天我要跟你呢 吐槽一下他 这个人呢 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 你跟他说什么 他总是说 哎呀 我早去过了 然后带着这样一副表情跟你说 哦 就那儿啊 我早就去过了 如果你问他 你吃过吗 他会说 哦 就那个呀 我早吃过了 所以你感觉他好像无所不知 所以我们给他起名叫知多心 什么都知道 而且什么都去过 还什么都吃过 你说有这样一位朋友在身边 有的时候的确挺扫兴的 就比如 如果我们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啊 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呢 他好的地方 他都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的故事和历史 但是有点扫兴的地方 他就会立刻把这个地方的最好玩的东西透露出来 就有点像剧透的感觉 是吧 OK Now look at those pictures 看看这些图片 Now he has been to many places 他的确 他的确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 那他已经做过的事情 对现在的影响就是 他可以跟我们说 哎 我去过了 不过今天呢 威脸精选了几个地方 我们到底要看看 他到底去没去过 而且呢 也要看看 你 去没去过 怎么样 Shall we go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OK 那么说到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啊 我们的确已经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了 有些童人呢 还能朗朗上口 说上那么几个 但是今天威脸选的这些地方 你可未必知道 或未必去过 但是我的朋友之多心 他可是都去过 Let's see 不信 你们来看看 Where is it 他才去试试哪 看英文 看英文 你绝对能看得懂 叫做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怎么翻译呀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叫黄石国家公园 Yes 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非常非常漂亮哈 We call it Yellowstone So if I say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Yellowstone 你去过Yellowstone吗 说明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过去对不对 第三个影响就是 你可以说你去过了 那如果我问直多心 他就会说 I have been to the Yellowstone 我已经去过了 那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 这个句子哈 I have ever been to Yellowstone 我没错在那儿呢 Yellowstone 黄石国家公园在这儿呢 那你们说 这个句子里面 哪个部分代表已经 什么叫做已经啊 就是已经做过了 对不对 那你猜一猜 反正就剩下 Have ever been to了 你觉得谁是已经的意思呢 原来说肯定不是have 那ever是曾经的意思 有可能是ever 那么变 好像跟变都 变动词有点 这个有关系哈 那威廉安来告诉你是谁呢 对了 Have ever been 这个结构就叫做 已经 已经 你知道了吗 就说明这件事在过去 已经做过了 并且对现在是有影响的哈 So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Yellowstone 第一个黄石国家公园 Have you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Yellowstone 你有没有去过呀 Maybe you say Yes I have Maybe somebody will say Oh no I haven't But I'd like to 但是我很想去 对吧 Now this is the first place Now look at the second Yes 现在这个 英语风情的音乐 应该响起了哈 我们来到了埃及 So in Egypt You can see different Pyramids 非常好 叫做金字塔 你可能见过金字塔 但你从来没有 这么近距离的见过金字塔吧 真的非常近哦 你可以仔细看 它其实表面 也并不是光滑的哈 而是由这个砖堆砌而成的 所以古代人的知悔 真太厉害了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Pyramid 你有没有去过金字塔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Pyramid Or maybe yes Maybe no 那么智多星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Pyramid 我已经去过金字塔了 好不好 你看他的口气 是不是 So we can say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Pyramid 我去过金字塔了 好 The second place is Egypt 看来这个票率性还是挺大的哈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地方 哇塞 第三个地方 刷一下就跳过去了 这个叫做 有些同学已经说出他的中文了 叫做凯旋门 对吗 凯旋门的英文 什么叫做凯旋啊 一般什么人才会凯旋归来 对了 在外出征的战士 带兵的将士 然后他们打了胜仗 回来以后 经过那条门 就叫凯旋而归的门 对不对 那凯旋叫做triumpho triumpho ark triumpho ark 对了 就是凯旋门的意思哈 那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triumphal ark emmm maybe no maybe yes ok How about you 这多姓你呢 他肯定会说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triumphal ark 我去过凯旋门了 Where is it 去在哪儿啊 Yes in France 在法国 对不对 在法国 很好 那 next place 同样也是在我们的法国 的巴黎哈 它是什么塔呢 It's a tower Effel tower Effel tower OK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Effel tower 去过吗 maybe yes maybe no So if you have ever been there you can say I have been to the Effel tower If you know 如果没去 我怎么说呢 I haven't ever been to the Effel tower 非常好 So Effel tower is a very good place 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You should see it 你真应该去看看 Effel tower OK Now how about next Wow 立刻转换了国家 这是什么地方 It looks like a temple 看起来像一个那种 庙 对吗 但是呢 又很奇特 跟咱们中国的庙 很不一样 E 它是什么庙呢 它叫做 Tajimaho Tajimaho E 就是我们常说的 印度的 Tajima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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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其实它是一个陵园 是一个陵园 Now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Tajimaho Yes or no 那直多星 Will say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Tajimaho Very good So have ever been to 叫做 已经去过了 是吧 已经去过了 好 Next one 看看下一个地方 很期待 哇 好美 It's a beautiful place We call it water village 水城 Venice 对了 Venice 叫做威尼斯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 威尼斯呢 它中间有一条河 然后呢 所有的商人 或者是游客 他们来 一定是在里面搭船 或者是到对岸去 搭船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美 Venice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Venice Have you ever been to Venice No Or Yes Maybe So how about Chill 我们的直多星呢 又是一副得意的表情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Venice 我已经去过 Venice了 太气人了 OK 好 下面一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非常 灰红的地方 叫做什么呢 对了 这是在罗马 罗马的竞技场 斗兽场 对吧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Rome 去过罗马吗 No I haven't ever been there Maybe Yes I have ever been to Rome 我已经去过 罗马了 OK So this is Rome And Oh great 这个我们的答案 肯定是肯定的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Where is it 就在哪啊 Yes in our country In China 这是中国的标志 对吧 The great wall 万里长城 这个答案 大家肯定是 闭口同声吧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去过长城了吗 Yes 肯定是去过的 那如果还没去过的 你一定要来 然后去看一下 还是值得一去的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我已经去过长城了 VV 也可以拍拍胸服说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great wall 我也去过了 Now next one This is the place We call the London Bridge London Bridge London Bridge 伦敦桥 是吧 London Bridge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England 去过英国了吗 Maybe no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London Bridge Maybe no 也是没有 但没关系以后 总有机会的 是吧 So 值得听 We'll say 你们猜他会说什么 I have ever been to The London Bridge 我已经去过 London Bridge了 OK 好 Next one Where is it 这是一个很标志的 这样的一个代表 其实它是一个风车 对不对 那一看就是在哪 荷兰 非常好 Holland Holland So have you ever been to Holland 去过荷兰吗 No I've never been there Vivian反正是 还没去过荷兰 但是非常非常想去 因为它真是太美了 It's a beautiful country OK Holland So 值得听 will do it and say I have ever been to Holland 我已经去过 荷兰了 好了 那说过这么多地方了 我们的值得听 真的是挺厉害的 全世界几乎都让它走遍了 尤其是一些大的景点 那么我们可以说 它完成的非常好 对不对 那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 它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现在吗 还是将来啊 还是过去 发生在过去的 对吧 那有一段人说了 Vivian 我有问题 什么问题 说发生在过去的 为什么制作星不直接说 I went to Holland I went to the Great Wall I went to Taj Mahal 为什么不直接用过去式 Went to就可以了呢 注意注意注意 如果要用过去式的话 这件事就停留在过去了 成为记忆里边的一个点 哎 就没了 但是此时此刻 你要把那个记忆翻出来 也就是我们的制作星啊 要想我去没去过呢 哦 我去过了 它要确定一下 并且要告诉我们 它去过了 所以我们说这件事情发生在过去 然后画一个小箭头 对现在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过去式了 我们要用一个时态 在过去完成的 对现在有影响 所以就叫做现在完成式 对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 不过呢 哎 Vivian呢 要问你们下一个问题 What have you ever done? What have you ever done? 你曾经做过什么? 也就是你过去做过什么事情 对现在还有影响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 Vivian可以说 I have eaten too much 我中午吃了太多了 以至于 I'm so full 以至于现在我撑的都不行了 好 我吃中午饭 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对 对现在有没有影响? 有啊 因为我吃太多了 所以现在肚子撑 是吧 所以这种关系 这种事情 我们就可以用现在完成式来描述了 那么请接着我们就要来一起去看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